释迦牟尼佛在《金刚经》中说 若以色见我,以音声求我,是人行邪道,不能见如来 什么是色?色指物质形体,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那么,我们对佛像顶礼膜拜 烧香磕头,祈求祷告,是否符合佛的教导 一个有形体的色身,大老远跑到寺庙中 对着一个有形体的塑像崇拜 是不是本身就已违背了佛的教诲 是不是已经走上了邪道 每一个对着佛像崇拜的人,我要问你,佛在哪里呢 佛难道就在寺庙中吗 你心中无佛,即使走遍天涯海角,也找不到佛 你心中有佛,天涯处处有佛 你若真的要遵奉佛,就要牢记佛的教诲 首先,在你心中供奉佛 言谈举止,行为方面,学佛 这样才能懂佛理,误佛性,最终成就佛 重视形式而忽略内容的崇拜,都是对神佛的一种亵渎 仪式和行事,都是一种约束,是一种幌子 只是为了加强人的信念,是一种传播手段和过程 是否得到,权在于自己的心理和行动 心中没有,即使天天去烧香磕头,天天去寺庙道观 教堂参拜神像,毫无用处 一切皆空 如果心中有,即使从来没有去过寺庙教堂 也可以成为神佛的忠诚弟子 écrit э 词